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由黨的落選區議員李子敬 現在成為YouTube的網紅 深藍的志愛 今天他終於醜苦終衰見家翁 承認要參加新民黨初選 到底他的訊息是怎樣說的呢? 他說最近有不少媒體、朋友、網友 關心指敬的動向 所以想借這個平台向大家宣布 我就已經報名參加新民黨的新界東初選 他說會以平常心對待 期望在初選當中和其他參選人 透過參與交流政策 討論香港的願景 你說這些是多噁心呢? 為了爭取成為立法會議員 不惜連二五仔也做了 無所不用其極 背叛自己的師傅田北俊 離棄自由黨的黨友 到底自由黨對於他 想參加新民黨的初選 有什麼回應呢?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就說了 李梓敬沒有通知他參選的決定 他強調自由黨是不會接受跨黨參選的 也不會接受所謂雙排頭的安排 即是以自由黨和新民黨共同的名義出選的 鍾國斌就說了 相信會召開中委會討論 因為李梓敬的做法不尊重自由黨 他們就會商討決定 是否隔除李梓敬的黨籍 有記者就問到他 你會不會感到很失望呢? 鍾國斌就說了 李梓敬要爭取自己的未來前途 都明白的 我就不會用反骨來形容了 這個就擺明是有骨 李梓敬在2016年參加新界東直選的時候 他師傅田北盡排名單之後 幫他抬招 可惜爛泥符不上壁 有田兆排第二 都是拿了兩萬票那麼大把 現在李梓敬參選 他竟然去了新聞黨參選 大家可以看看2016年的選舉論壇 李梓敬當時是怎樣批評 代表新聞黨參選的容海恩 他說容海恩是西環契女 你現在轉了這個平台 當然葉劉就說很喜歡做年輕人的跑道 但你沒理由就轉了葉劉那條跑道 你豈不是成為了所謂的西環契仔 這方面真的要他本人自己出來解話才行 至於新聞黨主席葉劉怎麼看呢? 葉劉就向田北盡下戰書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葉劉就說 其實這個新聞黨的初選機制 就是歡迎不同黨派的人士報名的 但不是為了李梓敬師兄來度身訂造的 他就說 就算李梓敬走來參加初選 也要經過輪選機制才能出線 對於這個初選惹來自由黨不滿 葉劉就說 你田北盡夠膽 就過來港島和我練過 他就邀請田北盡 去報名參加新民黨的初選 實情如果田兆要選 自己掛著自由黨的排頭出來選也行 用什麼衛生去你這個新民黨那麼愚蠢 你新民黨特別興鄉嗎?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自由黨起碼都叫做贏了幾席 保留著一點的血脈 但你新民黨在吃了這個公民力量以後 結果 上屆就全軍覆沒 一直都沒有 你一人就滅了兩個黨 可以說是滅絕師太 虧你好意思邀請田兆去你新民黨參加初選 真是哪來的自信 葉劉到底怎麼評價他的前愛將容海恩呢? 他就說 歡迎任何人報名參選 其實就是希望尋找最有能力的人 代表新民黨出戰立法會 他就否認推出這個初選 是不滿容海恩的議會表現 到底是還是不是呢? 大家心知肚明 如果容海恩在議會的表現真的不能彈 那些地區裝腳都不會咿咿咿咿 打算去醞釀換人 還要換李梓敬回來 容海恩到底在這個議會有什麼表現呢? 又真是佛膳足塵 他唯一的根據就是 他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的政治 被人恥笑他這個人根本就是沒有知識 說得出這些說話 都不配成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到底新界東的形勢又如何? 目前建制派其實有三席 分別就是民建聯的葛珮帆大博士 陳克勤 以及新民黨的容海恩 民建聯這兩席一定會競逐連任 新民黨目前就要進行初選 到底還有什麼其他建制派的政黨準備加入戰團呢? 工聯會在過去幾屆 其實都有派人參選 不過都是敗北而會 另外還有什麼人呢? 上屆有上水鄉市委員會的主席 侯志強 他最近好像跟傳媒透露一些風聲 說他都有考慮參選 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 另外有一個參選的常客 就是來自將軍澳的方國山 他的給票能力也不算差 每屆都至少有兩三萬票 如果這麼多人 兒子一堂參選 那就最好了 最好找多幾個建制派來參選 互相戒票 因為建制派其實在新界東裡 票員就只有這麼多 來來去去都是14萬左右 如果越多人參選 當然每張名單所得的票數就越低 但是我又不覺得他們可以擺平這麼多勢力 因為立法會議員這個肥缺 就是所有人都想做的 不單止是非建制派的人爭崩頭 實際建制派的人一樣是爭的 雖然他們票數只有這麼多 但是每個人都想想著 坐三望四 立得一直就得一直 所以肯定就不會得三張名單參選 肯定會有其他人都會加入這個戰團當中 所以對於非建制派來講越暖就越好 因為到目前這一刻來講 非建制派能否協調成功都還是未知之數 其實新民黨的路線或走向 都跟過去兩屆變了 本來新民黨的創立就是要頂死自由黨 就是要吸納一些中產的選票 但是逐漸走下去的時候 他們就越來越傾向深藍的一邊 首先就是黨主席葉劉 他是一個逃犯條例修訂的積極支持人 而且他本人也是前保安局局長 然後他就找來了另一名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準備要在新界東直選當中抬跳 排在名單當中的第二位 據聞說要確保 紀律部隊和公務員的選票 可以投回這張名單當中 換言之根本上他們現在就變成了一個深藍政黨 而在這次初選當中 又找來了深藍色彩極為濃厚的李梓敬酒去參加 這個真是藍上加藍 藍過墨汁 所以到底他能不能夠成為立法會議員 保住新民黨在新界東這一席位 都很懷疑 因為新界東的深藍盤到底有多大都成為問題 接著又說一些功能界別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收到是什麼呢? 就是旅遊界有機會出現非建制派的候選人 對上一次出現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參加旅遊界 就要數到2008年的時候 當時代表泛民出選的有司馬文 接著1216年 非建制派對於這個界別也確保了 目前旅遊界 其實有1322個選民 選民的團體需要哪些人? 就需要香港旅遊協會 旅遊業議會 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酒店業協會 以及酒店業主聯會的指定團體會員 大家聽到這些會也知道 其實要搶攤在這個功能界別 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選比不選好 根據黃之鋒的說法 為什麼選比不選好呢? 就起碼使得 盡量更多的功能界別出現競爭的時候 因為始終來講這些投票 就是投暗票 即是所謂不記名的投票 在secret ballot底下 其實就什麼可能性都會出現 目前旅遊業界和酒店業界 就一片風聲學旅 客人都不多 所以肯定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 怎麼都會有點不滿 但是就算搶攤這個功能界別 未必一定成功 起碼參選了下去的時候 你就使得建制派的所謂選舉機器 就疲於奔命了 因為一旦有人來參選的時候 他怎麼都要調缽一些資源 來幫現任的議員拉票 沒理由就放手不管 任你搶攤任你攻堅 如果越來越多這些功能界別 都出現了一些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的話 你就使得他其實要花多很多時間和資源 去保障這些界別 另外我在Facebook看到有些人作出詭辯 就說不應該參加功能界別選舉 因為一旦這次真的拼到過半數 就等於跟全世界說 跟美國政府說 目前這個現行選舉制度 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這個非建制派 都可以拿到過半數 之前拿不到 只不過是你民意不足 大家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好像很合理 但是這是犯了嚴重的邏輯 一個選舉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公平公正 就不是看到底那個選舉結果 是由非建制派拿到過半數與否 而是看到底他的選票 選民資格 是否是等值 功能界別 怎麼都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的界別選民 每個界別都不同 每一票都不是等值 比如說這個超級區議會的界別 就有三百多萬的選民 但是這個旅遊街 就只有1322個選民 變成每一票不是等值 這個席位 就是服用了1300人 其他的議席 原來要服用300萬人 這就是牽涉到每一票不是等值的問題 所以功能界別 他本身的存在是不公義的 他是否公義 就不是取決於選舉結果 而是取決於這個議席本身如何產生 所以這些人的詭辯法實在太流 大家就不需要理會他們 總之是不是都參選了 盡量聘過半數 只有你聘過半數以後 才有機會修改到這些選舉辦法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